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i 上次去西貢就和大家試了Hover Air X1這部機 今天就和大家試玩一款 坊間很多拍攝人會用的 DJI新出的雲台相機 Osmo Pocket 第三代 簡單單說說 Osmo Pocket 3 有兩個版本 正機版主要包括 Osmo Pocket 3 主機 Type-C to Type-C PD 快充線 Osmo Pocket 3 防護殼手繩 和四分一吋羅文手把 而另一個版本就是全能套裝 我和大家一起拆全能套裝 包括一部主機和0.75的廣角鏡 之後還有一部大電 還有一部小電 還有三腳架 還有一個咪 連上這個毛毛米套 還有Type-C和Type-C的PD快充線 最後就是這個收納袋 這個袋可以裝上全部剛才有的零件 這個無線咪還有一個很窩心的設計 它不單可以用後面的夾 夾在衣服上 它後面還有一個磁石位 拔一拔出來 這樣就更加靈活了 Osmo Pocket 3 在外觀上最大的改變 就是屏幕了 覺得以前的螢幕太小 今次就升級到兩吋 還可以旋轉90度 一扭就可以開機了 而且手指進行觸控模式 都可以按到想focus的位置 賣叔叔平時多不多拍reels或者shorts的影片 都多的 做甚麼 你試一下轉螢幕就可以立即拍shorts 原來Osmo Pocket 3 扭螢幕 就可以啟用直拍模式 對於現在用reels或者youtubeshorts 那就更加方便了 這部機升級用了一吋的感光元件 最高可以拍攝4K和120fps的影片 因為直拍模式的時候 鏡頭是不會同時旋轉 而是用了剪裁的方式 所以直拍的時候解像度會變成3K 在這方面就可以看到DJI 在用途和畫質兩者之間作出的取捨 Osmo Pocket 3 還有很多其他功能和模式 例如三種雲台模式 不同的現時攝影模式 和直播模式等等 另外對我來說 最重要就是有美顏功能 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至於追蹤功能方面 Osmo Pocket 3 就用了Active Track 6.0的技術 可以非常準確地追蹤目標 我自助於不同環境之下拍攝了一些影片 畫面都非常清晰和細緻 在低光的情況下也沒有太多雜躁 總結而言 我的感受就覺得這一部和之前兩代 一樣都是輕巧 所以如果帶它去行山 帶它去旅行 拍一些簡單的旅行Vlog 生活影片的話 它是絕對夠做的 不過如果說有些什麼不好 或者可以進步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是它的軟攝功能 可能未必拍到一些非常軟的物體 又或者一些近攝功能 剛才試過拍一些花 它可能對焦方面都沒有那麼靈活 不過我比較欣賞的是它今次這一代的螢幕 當然大了很多 而且都可以拍攝直或橫的影片 方便我們不同的功用 或者不同的拍攝場口 所以如果總結而言 其實我都蠻推介這次OSMO Pocket 3 為何要選擇OSMO Pocket 3 我就會覺得因為它的鏡頭可以旋轉 它無論是拍攝外面的景色 或者是自拍都好 最高都可以做到4K的效果 所以如果對比起手機的話 我覺得它的勝算就是贏了它的 它的輕巧程度和高解像度的畫質 以上就是我們對OSMO Pocket 3 的一條評測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 有甚麼想交流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